叙利亚战事 叙利亚战事还没有完全结束的时候,新的战事焦点马上就要,世界又开始将目光转移到美伊这两国家身上。 美国之前任性退出伊核协议,同时还提出制裁策略,因此波斯湾的战事马上就要被点燃,如今美国和伊朗不断出现口水战,两者之间的关系即便是没有经过核查,就已经非常清楚地知道,两者已经见把弩张,就差一个火点。 而国际社会对于历史上的游轮战,估计永远都不会忘记,它给带来的影响永远都不会消除。 野门胡塞的武装在上个月已经在鸿海地区,攻击过沙特游轮,从这里就可以看出,中东地区战争将会带来世界性的影响。 胡塞主动发动武装袭击活动,而当时它发动战争的地方,是非常敏感的石油运输重要关口,位于野门和吉布提之间,全国大部分石油都需要从这里运输,而且也是必尽之的。 胡塞作为伊朗的重要好友,在如此敏感的时候发生交战,自然是一种示威行动,美国假如与伊朗开战的话,伊朗肯定不会放弃如此重要的天然地理位置,而这一地理优势的占据,比美国远洋到鸿海的军备要强出多倍。 波斯湾虽然区域不大,但这里却有美国认为最危险的国家,而且还将使它为假想敌,因此伊朗更加不会放弃如此难得的机会。 众所众之,美国与伊朗开战的话,伊朗肯定不会放弃这个杀手锏,而且在必要的时候肯定会以此作为威胁。 伊朗的军方一直在提醒美国,不要怀疑他们的态度,更加不要质疑他们做事的实力和决心,也门胡在之事提前为伊朗执行了一个小任务,之后伊朗如果出手的话,那才是战事军威的最佳时刻。 俄罗斯媒体趁伊朗已经动用上百艘战舰,其中将50艘导弹舰部署在重要的关卡,据美国新闻媒体报道趁,负责中东地区的美国军事司令部,近期所有的表态已经成为外界关注的重点。 伊朗已经在霍尔木兹海域进行军演,而且是近20年以来最大规模的军演。 美国对伊朗的军事演习进行密切监视,同时美军发言人表示,有能力将伊朗封锁的海峡打通,即便伊朗已经做好军事准备,而且规模相当庞大,但美国依旧有绝对的信心来应对,但目前美国留在波斯湾海峡的军备只有一艘驱逐舰在撑面子,其余航母等装备早已经撤离到阿拉伯海域。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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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